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 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今日的天氣不太穩定 早上從西貢望出 可以見到烏雲比較多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可以見到 其實受到一股活躍偏南氣流的影響 沿岸地區都有不少罩雨和雷暴 可以見到雲層相對比較厚實 如果看雷達圖像 可以見到 其實今早來說也不時有雷雨區影響我們 提醒大家 當雷暴影響我們的時候 還可能會有些狂風 大家如果今天會做一些互和活動的話 記住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接著可以看看今天週末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是大節多雲 間中有罩雨和強烈的狂風雷暴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31度 風格方面會吹和緩的南節式南風 風勢就偏中清靜 接下來的天氣可以看看電腦分析 我們看到基本上 明天我們會繼續受到一些活躍偏南氣流的影響 初時還可能會有些雷雨 不過隨著高空反氣旋 下星期初逐漸增強 到時就會有些陽光 所以看回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仍然會有幾陣的趙雨 初時局部地區就會有些雷暴 去到隨後一兩天就會短暫時間 有陽光和炎熱 不過仍然會有幾陣的趙雨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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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